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 海上旅客运输成员人权力与义务这样一个问题 从一起案例说起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案例 金刃群 宿舟山海星轮船有限公司 海上人身伤亡损害 赔偿纠纷案 1999年10月2日 原告金刃群乘坐被告 舟山海星轮船有限公司所属的海星六号船 从沈家门前往葡萄山旅游 由于多艘船舶的渔浪叠加作用 船长未按本船的操纵性能 采取相应的减速措施 造成船体垂向运动加速度加剧 涌浪不断 驾驶台前侧两扇挡风玻璃相继被海浪打掉 船体向右倾斜 随即翻沉 船上所有人员全部落水 后来经其他船舶相助 包括原告在内20人获救7名旅客死亡 原告同行4人当中有2人死亡 事故发生之后 被告对落水伤亡旅客进行了赔偿 其中于1999年10月3日 赔偿给原告因手机等食物损失3100元 原告认为被告安全责任性差 事故善后处理不妥 且隐瞒事实真相 故向法院提起如下三项侵权之诉 一 请求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人民币1元 二 被告向原告及其他幸存者 死难家属及全社会公布事实真相 并在原已刊登过该案件事实的媒体上进行变更 三 在原告指定的新闻媒体上向原告致歉 经周山港务监督的事故调查分析认为 多艘船舶形成的渔浪和当时的风浪 是促使船舶船手上浪侧翻的主要原因 当班的这个船长操作不当 也是引起这次事故的一个重要原因 船上人员操载呢 也是本次事故发生的一个原因之一 法院认为原告与被告之间呢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成立 被告未将原告安全运送到约定地点 没有尽到旅客运输合同约定和法庭的义务 理应承担委约责任 因此呢判决赔偿原告 金刃群精神损失人民币1元 其余的诉讼请求呢 不予以保护 那么在一个海上旅客运输合同之下 成员人到底有哪些权利和义务呢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方面的内容 我们先来看一下成员人 他的主要义务 第一 提供失航船舶并保持失航状态 成员人应当在船舶开航前和开航当时呢 提供失航和适于运送旅客的船舶 并在整个运送期间保持失航和适于运送旅客的状态 妥善配备船员 装备船舶和配备供应品 以保证旅客运送的安全 那么请大家注意这里的失航义务呢 与成员人在海上户物运输合同项下的义务略有不同 主要区别就在于旅客运输合同之下 要求成员人不限于开航前开航当时 在整个航程当中 均应保证船舶处于失航 以及适合旅客运输的状态 第二 旅客运输合同下成员人使船舶失航的义务更加严格 尽管我国海商法并未规定是谨慎处理使船舶失航 没有用这样的一个表述 但是呢 由于成员人对旅客人伤亡的赔偿责任基础是过错责任 因此呢 也要求成员人在提供船舶失航方面 不得存在过失或疏忽 第二 提供适当舱位 成员人在旅客登船之后呢 应当提供于客票等级相符的舱室铺位或者座位 以便旅客搭乘 舱室内的设备呢 也应当符合于客票等级相应的这样一些规定 三 合理尽速直航目的港 根据合同法第290条和第292条的规定 成员人应当在约定期间或者合理期间内 按照约定航线或者通常航线将旅客运送至目的港 船舶在航行过程中不应有不合理的延误 并且除了为了救助或者企图救助海上人命或者财产 或者其他合理情形外 成员人或者船长不得 变更航线 否则成员人就应当对旅客因此遭受的损害呢 承担非常责任 所谓合理的情形呢 包括为保证船舶和旅客安全而躲避台风或者其他海上风险 政府或者有关当局命令船舶变更航线 旅客在船上患重病必须立即上岸治疗等等情况 所以呢 作为旅客就不能因为成员人在合理的范围内去变更了航线 而采取一些拒绝下船呢 霸船呢 等等一些不理智不合理的这样一种情况 第四 为旅客供应膳食 如果票款当中已经包括了旅客的膳食费 那么在船舶航行期间 成员人应当向旅客提供相应的膳食 而不得额外再收取任何费用 那当然如果票款当中没有包括这个膳食费用 而且呢 航程又比较长 那么成员人呢 也应当向旅客提供膳食的服务 当然旅客应当支付相应的膳食费用 第五 运送旅客行李 成员人应当免费为旅客运送一定数量的行李 并且对旅客的非自带行李呢 富有妥善保管的义务 六 对旅客人人伤亡 或者行李的灭失损害的赔偿责任 我们国家海商法第五章啊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 有关成员人对旅客的人人伤亡 或者行李的灭失 或损坏的赔偿责任的规定 与兼1976年议定书修订后的1974年海上旅客及其行李运输 雅典公约 我们以下简称雅典公约 那么它的规定是相同的 我们是实行完全过错责任的这样一种规则原则 并且在一定范围内呢 实行推定过错 我们国家是雅典公约的缔约国 因此海商法第五章 有关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规定 基本上是借鉴了雅典公约的内容 我们来看第一个旅客及其行李的运送期间 旅客及其行李的运送期间 就是成员人对旅客及其行李的运送负责的期间 海商法第111条规定 海上旅客运输的运送期间 自旅客登船时起至旅客离船时止 客票票价含接送费用的运送期间 并包括成员人经水路将旅客从岸上接到船上 和从船上送到岸上的时间 但是不包括旅客在港站内 码头上或者在港口其他设施内的时间 旅客的自带行李呢 运送期间同前况规定 旅客自带行李以外的其他行李 运送期间自旅客把行李交付给成员人 或者成员人的受负人代理人时起 至成员人或者成员人的受负人代理人 交还旅客时止 所以如果旅客在港站内 码头上或者港口其他设施 遭受了人身伤亡 或者其自带行李 在这个期间遭受灭视损害的 那么则由港站经营人 根据所适用的相关法律 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第二 成员人的赔偿责任 海商法第114条规定 在旅客及其行李的运送期间 由于成员人或者其受负人代理人 在受负或受委托范围内的过失引起事故 造成旅客人身伤亡 或者行李的蔑视或损坏 成员人应承担赔偿责任 成员人及其受负人代理人的过失的这个举证呢 是按下列情形来处理的 第一种情况 就是旅客遭受了人人伤忙 或者其自带行李遭受蔑视或者损坏的时候 如果是由于传播沉没呀 碰撞啊 搁浅啊 爆炸呀 火灾所引起 或者由于传播的缺陷所引起的 我们就推定成员人及其受负人代理人有过失 第二种情况 旅客的非自带行李遭受蔑视或者损坏的 不论是由于何种事故所引起 均推定成员人及其受负人代理人有过失 第三就是其他情况下 那么这时候呢 请求人应举证成员人或者其受负人代理人有过失 但是当推定成员人及其受负人代理人有过失的时候 成员人及其受负人代理人是可以提出相反的证据 证明其没有过失 或者旅客的人人伤亡或者其行李遭受蔑视或损坏 不是由于其过失导致的 海商法第115条规定 经成员人证明旅客的人人伤亡或者行李的蔑视损坏 如果是由于旅客本人的过失 或者旅客和成员人的共同过失造成的 可以免除或相应的减轻成员人的赔偿责任 经成员人证明旅客的人身伤亡或者行李的蔑视损坏 是于旅客本人的故意造成的 或者旅客的人人伤亡 是于旅客本人健康状况造成的 成员人也不负赔偿责任 比如说事件当中可能会发生 有的旅客可能蓄意的去自杀 那么这种情况下 对于旅客的人人伤亡 成员人就不负赔偿责任 海商法第116条规定 成员人对旅客的货币 金银 珠宝 有价证券 或者其他贵重物品所发生的蔑视损坏 是不负赔偿责任的 旅客与成员人如果约定 将前款规定的物品交给成员人保管的 那么成员人应当按照本法第117条的规定 负赔偿责任 双方如果以书面约定的方式 就是他的赔偿限额高于本法第117条规定的 那么成员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数额负赔偿责任 这是成员人在旅客运输合同向下的一些主要的义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